定公问 君使臣 臣氏君 如之和 孔子对曰 君使臣以礼 臣氏君以忠 这个问题 以现代观念来说 就牵涉到政治思想 也可以说是政治的做法 简明点就叫政治领导术 鲁定公所问的 是领导术或领导的方法 而孔子答复他的 是领导的道德 撇开了鲁定公所问的方法 换言之 乃是在伯鲁定公 认为用方法 或者说用手段 是错误的 所谓领导 应该是以德来领导人 从什么地方 可以看出孔子这种思想呢 就在这个君使臣 臣是君 两句话当中的使 我们知道 鲁定公是个诸侯 以一个王者之尊 问孔子 孔子当然也尊重他 鲁定公问 假使一个帝王领导人 应该怎样去指挥下面的干部 相对的 一个忠正的干部 对于领导人 又应该用什么方法理事 以及自处 鲁定公 当然问得很客气 很婉转 而孔子 则用两句话 解答了鲁定公 这两个对立的问题 君使臣以礼 臣是君以忠 我们中国文化 讲孝道 但孝道 也是相对的 父慈子孝 胸有地公 父母付出了爱心的教养 才有子女孝道的反哺 两者是对立的 忠也是一样 就如孔子的话 上面对下面以礼 礼以敬 也是爱的一种形式 等于父母爱子女的爱心 这种礼仪得业的流行 道德的风行 则下面对上面自然就敬而终了 所以 两种君臣的上下关系 是建立在道德上 不是建立在手段上 两句话就答复了鲁定公的问题 有些人看了老子的两句话 认为对于忠孝的观念 老子和孔子是持相反意见的 其实不然 只是表达的方法不同而已 老子说 六亲不和有孝词 国家混乱有忠诚 在表面上误解了这两句话 好像老子是反对孝 反对忠的 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说 一个不和的问题家庭当中 有几个孩子 其中一个是最乖的 于是 人们便说 这个儿子才是孝子 拼命地标榜他 而忘记了基本上 家庭不和这个问题 一个家庭如果不出问题 各个都是孝子 何必特别来标榜一个孝子 所以 要六亲不和的时候 才看得出孩子的孝 或父母的词 至于 国家混乱有忠诚 也是同样的道理 文天祥在宋朝亡国了 才表现出他的忠贞 假使宋代不到亡国的时候 就看不出文天祥 对国家有如此尽忠 虽然文天祥 人是忠心耿耿 但是没有那种成人的表现机会 因此 我们对于历史 对于国家 并不希望常常有文天祥 那样的情形出现 而希望国家能长治久安 所以 用白话来说老子 这两句话 加上一个才字 称为 六亲不和才有孝子 国家混乱才有忠臣 那么就可以知道 老子并不是反对忠 反对笑了 假如在一个团体当中 我们说某某人是好人 那么 其他都是坏人了吗 希望全体都是好人 无所谓谁好谁坏 那么这就是最好的 孔子答复鲁定宫的话当中 意思说 你不要谈领导术 一个领导人要求部下能尽忠 首先从自己忠心体谅部下的理性做起 理 是包括很多 如仁慈爱护等等 这也就是说 上面对下面的如果尽心 那么下面对上面也自然忠心 俗语说 人心都是肉做的 一交换 这忠心就交换出来了 现在要研究论语 为什么要把这一段话放在这里 这就是我前面说过的 此乃春秋笔法的威严大义 在春秋战国时候 整个社会上下一片混乱 乱到持德者寡 用术者多 所以 孔子提倡人 提倡孝 提倡道德 因为大家都在用手段 比如 现代人常常流行的一句话 就说 你少用手段 尤其这几十年来 每论团体或个人的经验 玩手段的一个比一个高明 谁都玩不过谁 玩到最后还是个笨蛋 所以 还不如规规矩矩 诚恳的好 如果把真正的诚恳 当作手段 那么这个手段还值得玩 这也是最高明的 这六十年来的变乱 对于手段 谁都学会了 谁要玩几套手段 别人没有不知道的 只有老师人最可爱 讲道德的人才最可爱 最后的成功 还是属于真诚的人 这是千古不遗的道理 我们从现实的生活当中 也可以体会出来 孔子答复鲁定公 这几句话的时候 就是针对着当时的风气 一个风气之来 就像台风一样 不但下层 中层社会受影响 上层也是一样 鲁定公是领导阶级的上层 结果还是犯了这个毛病 孔子就针对他的毛病 开了这个药方 我已经是在造成的 这个月的药方 受影响 我可以做到的 在肩膀下了